曾经的日本作为一个弹丸岛国 其资源匮乏 经济发展落后 但是人口过剩的问题却非常显著 一度危及到了统治者的地位 但是1986年明治维新之后 这种问题开始有所缓解 因为日本实行了军国主义路线 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 崇尚武士道精神 宣扬武运长久 武力之上 在国外推行侵略扩张 对相邻的中国和朝鲜加紧掠夺 不断发动侵略战争 为自己创造殖民地 啥是个武士道精神 简单来说就是毫不留念的死 毫不顾忌的死 毫不犹豫的死 动不动就是咔咔咔切腹之中 这多吓人 尤其是当这种精神被赋予到军人的职责上时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效忠君主 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 所以咱们熟知的小鬼子 动不动就切腹自尽 为天皇效忠这些事情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认为自己活着的意义 价值 就从俊国主义思想的新史之下 当时的日本达到了一种残忍的平衡 为什么说是残忍的平衡呢 因为在武士道精神的洗脑下 日本国内的统治稳固了很多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渴望着能够为天皇服务 而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 日本人又在不断地进行殖民活动 这样一来 不管是资源还是工业化的进程 都有所推进了 再加上围绕着战争 产生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牺牲的人也缓解了人口压力 此消彼长之间 日本发展的速度就变快了 这就是日本近代的发家史 虽然说算不上光彩 但不得不承认一点是 这个时期的日本人 已经可以说是亚洲强国了 而他们与中国的矛盾也刚刚开始 1871年 日本单方面宣布 将中国藩属琉球 归入了日本的鹿尔岛线 之后 有一次琉球在向清政府朝贡的时候 遇上了海难 船被迫在台湾登陆 日本人一看就兴奋了 借口说 琉球是自己的藩属国 把海难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 政府见状便决定 虽不甘心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虚晃一枪 和清政府签订了台式专条之后 敲诈了一笔钱就撤退了 但是 日本人基于台湾的心思 并没有就死打消 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了 这玩意儿 就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而要说起 日本以举国之力 侵略中国的决心 是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 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前 日本就确定了以中国为原心的大陆政策 所谓的大陆政策 是指作为岛国的日本 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 进行武力扩张 梦想称霸亚洲 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 但是对于日本人这样的野心 清政府全无招架之力 最终以败北收场 还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不仅需要割地 还得赔款 而日本 则是靠着这些割地和赔款 开始了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 等到1900年 八国联军约两万人侵入北京 光是日本就占了八千 1915年 日本又向袁世凯提出了21条 要求控制华中和江浙的铁路网 要求掌控中国的军警权和财政权 还要求独占山东 满洲和内蒙古东部 福建等地 尤其是满洲和内蒙古东部 一来是因为那里资源丰富 对日本来说是刚需 二来是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好 北边可以抵挡苏俄出兵 南边可以防止北上的民国军队 东边还可以保护自己刚刚占领的朝鲜 但是让日本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扶持进来的土匪头子张作霖 突然反水了 就是不愿意交出东北的控制权 所以从1927年7月开始 日本明面上向张作霖 强锁铁路权 被地理大死增兵 已经做好了接收东北的准备 但是在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中 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下 缝隙政府未能满足日本的要求 并有所抵制 这就让日本政府恼羞成怒 恨之入骨杀心四起 1931年9月18日凌晨5点30分 张作霖乘坐的火车 行至黄孤屯时 被日本玉霾的炸药炸成重伤 当日便抢救无效死亡 这就是著名的918事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 之后 东条英姬便出任了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 接日来到中国东北 之后 日本欲将中国变成傀儡政权 便与满京旧党私谋复辟 为了建立所谓的满洲国 不惜与世界舆论公然为敌 为了能够瞒天过海 关东军又联合大罕奸 川岛方子 制造出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并暗渡陈仓 完成对伪满政权的建立 时间来到1937年7月7日 日本五谷生非 势意发动卢沟桥事变 这也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此后 东条英姬率日本 只铺茶隋和进北 并炮制伪茶南自治政府 再次预途通过傀儡政权 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之后日本就开始疯狂地侵占我国领土 迫害我国人民 直到12月13日 南京沦陷 日本开启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七七事变之后 日军准备攻打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此时 东条英姬 以其对中国人民所犯的血腥罪行 进一步得到日本政府的赏识 他也因此获得了第一场战功奖状 当时东条英姬 正在未建立茶南自治政府 而寻找理论医治 因此 他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了一堆理由 最终结果就是 日本决定全面发动武力进攻 以英城南京政府 仅凭这点 他被认为 是南京大屠杀残背后的主谋之一 毫不冤枉 而在去往南京的路上 两名日本军官 向井敏明和野田义 在其长官的鼓励之下 彼此相约进行杀人竞赛 经过商议 他们敲定了胜利的条件 那就是 在战领南京时 谁先杀满一百人 这无法确定 是谁先打到一百人 最终双方打成平手 之后 他们便重新决定比赛 以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 为胜利条件 关键是 他们的这些暴行 都一直在报纸上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进行连载 日本国内 还将他们称为 皇军的英雄 等到12月13日 南京彻底沦袖 首相近畏文弥 改组内阁 东条英基 被提名为首相 之后 他就对中国 进行了更为残酷的侵略 并将手 伸到了太平洋地区 要和西方列强 一较高下 彻彻底底暴露了 自己要吞并世界的野心 更加令人感到戏愤的是 面对着此等钢铁班的证据 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愧疚之心 反而通过修改 国内历史课本 编写歪曲事实的话术 来蒙蔽真相 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以后 日本又以 更加肆无忌惮地 否定南京大屠杀 说南京大屠杀 是盟国为了丑化 报复日本 而通过东京审判 杜撰出来的 东京审判是什么 为什么日本人会说 南京大屠杀 是为了东京审判 而杜撰出来的 东京审判 是指二战结束之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日本东京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日本首要甲级战反 进行国际大审判 金华战争 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 主要部分 分量最重 自然成为 东京审判的 主要审理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 不管是在国际上 还是日本国内 大家都一时高呼 要求严惩这场战争的 罪魁祸首 东条英机 这让东条英机 感到十分的恐慌 他表示 如果把自己 送到军事法庭上 按照刑事遵犯处理的话 那他就自杀 之后 东条英机 就偷偷写好了遗书 仿佛真的坚定 要死了决心一般 之后几天时间里面 东条英机 每天都是 故意赤裸着上身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他心脏的位置 有一处 九微大小的圆圈 很明显 东条英机 是在进一步展示 自己要自杀的决心 等到1945年9月11日 全场的恶魔 在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 也是畏惧的 1945年底 东条英机 被关进 位于日本东京 都丰岛区附近的 巢鸭监狱 在狱中 东条英机 还多次试图自杀 包括指声上吊等 皆不成功 远东军事法庭 一共裸泪出 东条英机 54项罪行 面对铁一般的事实 东条英机 居然还舔不支持 写了一份 长达20万字的 无罪辩护 其中 最令人发指的是 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 所造成的中国民众伤亡 东条英机 给出的说法是 如果中国人不抵抗 日本官兵 就不会受到伤害 也就不会发生屠杀 所以我并不觉得 我有什么罪 各位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吗 据统计 从918事变算起 到1945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 经过近三年的审判 它被处以绞刑 历史的车轮 滚滚前行 不管是血世类 都是组成我们的一部分 是记忆 是文化 更是我们的魂魄 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屹立不倒 且愈发强盛 是有道理的 经历过最黑暗的时刻 终会迎来最光明的未来 不管历史 如何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 事实被怎样的邪恶掩埋 对于这些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是不可能忘记的 前车之鉴 后车之失 我们只有继续强大 才能对得起 这段艰难的岁月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惨